宋爷爷正在乐宝园区里堆雪人 宋爷爷这是在堆雪人头 宋爷爷团了一整个雪球后 累得腰有点疼 站起来稍微休息了一下 但是宋爷爷想让乐宝快一点玩上 紧接着又弯腰继续堆雪球 在宋爷爷的努力下 很快雪人头便完成了 宋爷爷将雪人头放到雪人身子上 为了让雪人看上去更圆润 宋爷爷不断给其做着修缮 当雪人修缮完后 姨姨们纷纷表示 这个雪人很可爱 都在夸赞宋爷爷很有艺术细胞 宋爷爷为了给雪人添加细节 还在上面插了一根带有胡萝卜的竹子 宋爷爷给雪人玩上好后 坐在了雪人旁边 让姨姨们给其留了一张合影 因为爷爷知道乐宝的性格 相信乐宝见到雪人后 用不了几分钟就会给雪人破坏掉 乐宝来到雪人前 先是给雪人手里的胡萝卜 抢过来吃掉了 乐宝表示雪人是不能吃东西的 自己就勉强帮你吃掉吧 吃完胡萝卜后 乐宝便开始玩耍 奶爸给自己堆的雪人 乐宝只是简单地对其蹭了蹭 雪人就坏掉了 乐宝表示 奶爸这是豆腐渣工程呀 碰一碰就坏掉了 这可跟自己没关系 乐宝在雪人旁蹭来蹭去 还给雪人表演了一个道理 可以看出 乐宝很喜欢奶爸堆的这个雪人 乐宝跟其背靠背贴在一起 对其进行着爱的贴贴 乐宝一边蹭 一边用手扒拉着雪人 而雪人肉眼可见般的 越来越残缺 很快便看不出来 刚才这堆雪是个雪人了 而乐宝这里 则是一块雪也不想放过 捡起从雪人身上掉落的雪疙瘩 继续玩耍着 玩耍一会儿后 乐宝又盯上了刚才掉落的雪人头 但雪人头太不结实了 乐宝一巴掌就给擒动坏了 一会儿 乐宝玩耍饿了 安逸地躺在了雪堆上 吃起了奶爸 刚才放置的竹子 乐宝这个样子 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享受 一会儿乐宝玩也玩够了 吃也吃够了 便拍拍屁股走熊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